最新民调显示,联邦自由党支持率仍然领先,另有超过五成受访国民满意总理特鲁多的表现。 民调公司Research Code与Glossier Media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在已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当中,38%支持自由党候选人,保守党占32%,新民主党NDP占17%。 从地区来看,联邦大选最引人注目的战场将在BC省,保守党目前在该省有34%支持率,自由党31%,新民主党29%,在安省自由党仍有压倒性趋势,领先保守党13个百分点,两党的支持率分别为43%和30%,亚省则仍然是保守党的根据地,支持率达58%,绿党示威跌至3%,自5月份进行的调查以来, 另外三个政党的民调已经出现了一些起伏,仅在魁省推出候选人的魁人政团,在全国范围的支持率升至8%,在魁省魁人政团的支持率达34%,落后自由党5个百分点,保守党只有12%,保守党在该省取得竞争力,将需要进行大量工作。 绿党的形势非常严峻,在全国范围的支持率降至3%,即使在BC省也只有4%,该党将选出新党领替代伊丽莎白梅, 人民党的支持率只有1%,有2%受访者认为党领编年尔将成为最佳总理,在党领方面,如果联邦大选在年底前举行, 51%受访者认同特鲁多担任总理和自由党党领的表现,紧随其后的是新民主党党领新格认同度为44%, 保守党新党领奥图尔有33%认同其表现,该民调是在2020年9月11日至13日期间, 1000名成年国民在网上完成调查,误差为正负3.1%。 此外,奥图尔办公室周三发出声明说,与奥图尔一起出行的一名助手本周可为19检测结果呈阳性, 因此,奥图尔及其妻子利贝卡以及他们的孩子莫莉和杰克都将自我隔离并接受病毒测试。 奥图尔在声明中表示,他和家人感觉良好,不过对新冠病毒不可以掉以轻心, 奥图尔是目前第二个进行隔离的联邦政党党领, 魁仁政团党领布兰切特的妻子周二正式感染新冠, 布兰切特表示,他本人已在周三进行测试并在家中自我隔离。